hello 大家好我是達爾 今天這部影片要簡單聊一下 剛剛官方公布的更新公告 諸天神魔資料片 那這次的更新 會補償你五個十隻印 並且開放主線20 21章 推出韓千秀的新造型 那這個造型的購買 就要到時裝商店去兌換 應該這次不會有現實吧 然後終於推出了 我們一直在期待的新角色 劍邪還有余小蓉 那關於這兩隻角色的詳細介紹 你們可以回去查看我的強氧布影片 這個卡池 其實我還是會推薦所有玩家 都去抽個一兩張絕 畢竟到下一次推出新卡池 可能也是一個月的時間 那這兩張我們一定都沒有吧 可以稍微補一下洞 那隨之開放的第三期官方季月 大獎就是我們衝到7600台幣的話 可以選擇 拿到兩個造型 裡面會包括劍邪跟這個余小蓉的造型 那最後就是新開放一個莫子道的大型部本 還有通關文碟跟禮包商店的一些更新 那我簡單帶你們看一下這個大型部本 莫子道 那這篇會講解的是根據入服推出的 一些資料來做講解 那我們首先先簡單看一下 這一次推出的莫子道的副本 開放的關卡 包括劇情 還有挑戰兩種玩法 那打過一定的關卡之後 就可以獲得一些獎勵 每日任務裡面會更新一個 每打過一次機關蜘蛛 就可以獲得一點積分的任務 在積分達到3 5跟7 分別可以拿到一個抽跟一個靈運石 還有莫子道的皮膚 那這個皮膚我個人是覺得還蠻帥的啊 所以如果有條件的玩家就 每日可以去打一次那個劇情關卡就可以了 只要打死一隻蜘蛛的話 你就可以獲得一點積分 累計到7日就可以獲得這個造型了 那除了這個每日任務獲得的獎勵以外 我們如果把BOSS 裝備上一些配件 提升他挑戰的難度等級 也可以拿到一些高額的積分 積分越高就可以拿到越好的獎勵 那這個BOSS難度的開放時間 會隨著時間慢慢開了 所以一開始是拿不到全部的獎勵的 好啦那這一次的版本更新就簡單 快速的聊到這邊 那這個卡池是開放9月30日到10月13日 大概14天的時間 那我自己猜在這個版本期間 可能還會再開放這個青年之輪 就是會推出一個慕容玄機的造型吧 然後下一期或者下下期的卡池 應該就會開放到精選池了 好啦那這個版本更新公告 我們就簡單快速的帶大家聊到這邊 也看到這邊 希望大家喜歡這部影片 喜歡千萬不要忘記按讚訂閱我 我是達爾 我們下集再見哦 大家拜拜